至于你说到英国和欧盟也发表了声明 对加拿大表示支持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情跟英国和欧盟有什么关系呢 当初家方因美方的要求 非法拘押中国企业高管的时候 他们又在哪里呢 他们所谓的人权都是 对不同国家的公民都是有不同的标准的 中方对加拿大以及美国等个别国家 发表相关的言论 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迈克尔涉嫌 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 中方有关部门呢 理所当然依法对其采取强制的措施 我们之前也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包括中方的相关部门呢 依法保障了他们的正当合法的权益 并且履行了我们的领事方面的义务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呢 切实的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我们再次敦促家方 纠正错误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切实保障她的合法正当的权益 我们也强烈地敦促美方 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 建议 打孟晚舟女士